要说最有名的宇航员,那就一定是美国的阿姆斯特朗,因为他是踏上第二个星球的第一人。 除了他之外,有名气的宇航员也有很多,比如中国的杨立伟同志,第一个登上太空的中国宇航员。 不过在阿姆斯特朗之前,全世界最有名的宇航员,是一个叫加加林的苏联宇航员。 因为他是全世界第一位太空人,是第一个站在地球之外看地球的人。 加加林驾驶着东方一号寻着太空轨道,第一次完整的绕着地球飞行了一周,这是人类历史上是无前例的壮举,其意义不要与人类登上月球。 要知道人类第一次登上太空,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没有人知道远离地平线那么远的地方。 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在第一宇宙速度下,人类能不能扛得住,宇航服能不能保护人,外太空会有会有什么未知的危险,去了之后还能不能回来? 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面阿姆斯特朗也好,杨立伟也好,都至少知道有人上去过,没有太大的危险,也没有外星人等着抓自己。 而加加林本人,长得帅,又风趣幽默,而且出身又好,在当时一个集体农装工人的儿子。 可是最好的出身,从太空荣耀归来之后,加加林一下子就成为全世界的英雄,苏联人民的大明星。 可是仅仅在七年之后,加加林在进行飞行训练,完成后返航时,突然出现意外,飞机完全失控急速俯冲坠毁,在地上留下一个巨大的坑,飞机里的加加林当场死亡。 这时候他才只有三十四岁,消息传开后,人们震惊不已,成千上万的人排了长长的队伍,等待几天几夜,只为山壤只为太空英雄。 最终,加加林的骨灰,恩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与苏联领袖四大连批林为伴。 加加加林所驾驶的那架飞机失事之后,苏联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令人意外的是, 他们不仅没有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把那三长达三十卷的调查报告封存起来,而且不让调查人员泄露报告的内容,否则就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论处。 这使得加加林的死亡成为一个悬疑,外界对苏联政府所表现的态度也非常疑惑。 加加林的母亲认为,儿子的死亡可能与一场政治阴谋有关, 但他没有说出究竟是什么阴谋,或许,对于一位母亲来说,谁也不相信自己儿女的离去是一场意外, 就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却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 所以,人们同情这位母亲,但却不认同她的看法,一项研究表明,加加林所驾驶的飞机当时正好遇到了一架超音速飞机, 超音速飞机在飞行中所带动的气流冲击,使得加加林的飞机偏离了正常的飞行轨道,最终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这一项研究内容,曾是苏联政府要求蜜蜂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被曝光, 但仅凭着一点,收服力还不够,而且那是一架什么样的超音速飞机, 它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一片飞行区域等,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加加林的飞机是为避免撞到一只气象气球,而造成意外事故的, 但一些研究人员表明,他们在加加林的飞机上,完全找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一点痕迹, 而且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点飞机失控的痕迹,与这种说法类似的是, 有人认为加加林是为了避免撞入附近的一所学校而导致意外飞机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加加林之所以没有从飞机中跳出来, 也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伤疾无辜而继续留在飞机中操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加林之死一案,又有了新的进展。 有人认为,加加林在飞机追悔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知觉, 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机舱中的通风开关没关。 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前空军航空装备使用和维修研究所专家库兹聂佐福, 他在研究中得出,当时飞机在4200米的高空中飞行了6分多钟, 而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加加林和谢鲁金没有使用氧气罩, 在机舱未密封的情况下最终导致缺氧空欠。 他还指出,在最初的57秒,加加林和谢鲁金, 因遭到空气动力学打击,就已经散逝了操控飞机的能力, 随后飞机呈现出俯冲的姿态,经过22秒之后才落地爆炸。 当然,这不是一场意外事故,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库兹聂佐福在研究中没有排除谋杀的可能, 也就是说,可能是有人故意打开了飞机的通风窗口, 这又引发了人们的诸多猜测, 苏联领导人柏列日涅夫也被怀疑在内。 有人认为,当时的加加林名声太棒, 甚至超过了柏列日涅夫, 这使他非常不满,并借此机会谋杀了加加林。 如今苏联已经解体了快30年, 大量的机密档案都已经揭开, 但唯独加加林之死的一团, 还在迷雾之中。 或许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意外, 只不过是因为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 这样的巧合, 总是让人们难以接受罢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